大家好我是江士奇 歡迎收看今天的士奇愛講鼓 那今天的士奇愛講鼓是我們的 過門不嫌多的第三集 那今天的第三集啊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過門的拍子 是我們的123123 以下是這個過門的基本型態 好接下來這個練習啊 一樣我們的第三拍會去做123的這個拍子 第四拍也是做123 但是因為第四拍我的第一下是做一個 Tone 1的裝飾音 那我想要讓他聽到的聲音是 Tone 1、Tone 2跟落地鼓 所以在這個手法上我稍微有做一點點改變 我的第一下是一個裝飾音 然後第二下是右手Tone 2 第三下是右手的落地鼓 那這樣子我是順著 就是變成是Tone 1、Tone 2、落地鼓 這樣順著這樣下去 所以我會用同一隻手去打 以下是這個練習的示範 好接下來這個拍子啊 我們一樣是123123 但是我在第三拍的 這個123的第三點我會換成是一個大鼓 然後一樣第四拍是延續上一個順序 我是做一個Tone 1、Tone 2、落地鼓 那我的Tone 1是做裝飾音 Tone 2是右手 落地鼓也是右手 以下是這個練習的示範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個過門啊 大家如果稍微去練一下就會發現說 有時候我們的123我們會因為說我要換的位置 或者是我想要聽到的聲音 我們會去改變我們的手法 好其實很多拍子其實都是類似這樣 我們會先去考慮到我們的聲音 我想要聲音的變化是怎樣 再去決定我的手法要怎麼打 讓它接起來是比較順的 所以其實每一個拍子都可以去試試看 不一定要照原本的基本的打法 右左右左拉或者是134右右左拉 123是右左右拉 124是右左左這種基本的打法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做移位的時候 不見得是基本的打法是比較順暢的 所以可以自己去改一下 讓你想要聽到的那個聲音的流暢度更好 這樣為原則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個過門 如果各位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是上Facebook去搜尋 四七愛講鼓在裡面留言給我也可以 好如果各位喜歡我跟大家分享的這些過門的方法 可以在影片下方訂閱我的頻道 那今天是四七愛講鼓過門不嫌多的第三集 我們下回見